狗怪爱心挂件教程三 开始编织第十三圈 第十三圈很简单 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 总共是四十四个短针 大家把十三圈自己编织完吧 第十三圈我们勾好了 直接在第一针的位置做一下 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十四圈 第十四圈我们先编织十个短针 十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勾一个减针 把两针并为一针 接着再来编织二十个短针 结束这一圈 大家自己勾完 二十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勾一个减针 把两针并为一针 接着我们再来勾十个短针 结束这一圈 然后我们第十四圈就勾好了 直接在第一针的位置做一下 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十五圈 第十五圈我们先编织五个短针 五个短针编织好了之后 下一个针目就是一个减针了 把两针并为一针 接着第十五圈的规律就是 五个短针一个减针为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三十六个针目 大家可以自己勾完 先勾五个短针 再勾一个减针 第十五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直接在第一针的位置做一下 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十六圈 第十六圈我们先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再来编织一个减针 把两针并为一针 接着再来编织两个短针 这是一组规律 接下来大家可以按照这组规律进行编织 两个短针一个减针两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三十个针目 第二组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编织了两个短针 然后再编织一个减针 接着再编织两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规律 大家按照这一组规律 自己勾织完吧 十六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直接做一下 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十七圈 十七圈我们先勾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下一个针目就是一个减针 把两针并为一针 第十七圈的规律就是 三个短针 一个减针为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二十四个针目 大家可以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第十七圈也勾好了 同样是在第一针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十八圈 十八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就是一个减针 把两针并为一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 还是一个短针 这是一组规律 第十八圈的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一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十八个针目 大家自己勾完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减针 接着是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规律 大家自己勾完吧 第十八圈勾好了之后 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做一下 引拔临接 然后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十九圈 第十九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减针 下一个针目就是一个减针 第十九圈的规律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为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十二个针目 大家自己勾完 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第十九圈勾好了之后 在第一针的位置做一下 引拔临接起立一针 拉长线圈 然后拿出我们之前 给大家勾好的这个小角 给它放在十八到十九行之间 也是放在这两边 给它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打结处理 打结固定一下 这样多打几次结 这个结头比较大 就不太容易转出来了 这样就完成了 另外一个小腿同样的方法 也给它带过来 同样是打结处理在里面 大家自己完成 这两个小角固定好了之后 我们再往里面塞入填充棉 塞完填充棉之后 我们开始勾二十圈 也就是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我们都是勾剪针 把两针并为一针 都是条靠近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勾一个剪针 总共是六个 都是同样的勾支方法 大家自己勾完 六个剪针勾好了之后 我们在第一个 针目上面做一下引拔连接 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这个线头放上穿线针 我们来给它缝合一下 我们再缝合到时候 都是条 靠近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条这一圈 条外面的这一圈 条完这一圈之后 我们直接拉紧拉紧就收好口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调起来一根线 打一下截绕线两圈 拽过来 会有一个截头 我们直接从正中间的位置穿过去 从任意一个地方穿出来 把这个截头拉进去 这样就缝合完成了 这个线头可以在织物里面多来回的穿几针 然后断线就可以了 直接断线 接着我们再来勾制它的眼睛 我们取出线 同样是用环形起针 勾针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让线脱掉 我们缓起短针 穿针进去 压线带过来 让线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我们总共是缓起五个短针 大家自己勾完 五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直接找到短的线头拉紧 然后我们直接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找到这个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带过来 接着再找到后面的这一个针母 从这边再给它带过来 这样稍微的整理一下 这一个小眼睛就做好了 这后面的线头 我们可以直接打结处理 也可以用穿线针给它藏起来 直接断线 大家再做出来一个一样的吧 然后我们来给它沾一下眼睛 涂上适量的热绒胶 另外一个给它粘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给它打上适量的三红 挂上一个钥匙扣 这个搞怪爱心挂架就做好了 非常的好看 喜欢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